总统蔡英文上个月出访友邦并过境美国 相关行程备受关注 对于此次出访外交部认为成果斐然 尤其出访不到一个月 瓜地马拉总统贾麦黛访台之旅 更被视作巩固两国常年邦誼 而原本受到该国总统选举 邦誼出现动荡的巴拉圭 大选后由立场清台的贝尼亚当选 台邦两国外交动荡暂时稳定下来 但国内由谁率领清贺团 出席巴拉圭总统就职 各界议论纷纷 院长以上到总统以下 大概这个level 我们目前是不是锁定这个层级的清贺团 我们那个是有在做讨论 那这个团的规模会不会达到专机的规模 我现在没有办法跟委员讲 不过有传言由副总统赖清德率团出席 但外交部至今连专机规划都还没定夺 到底由谁出访也还在着手规划 但蓝营立委认为 基于巩固两国邦誼 强烈建议外交部由总统蔡英文出马 107年的时候 8月12号那时候蔡总统出访 他是前往巴拉圭跟贝尼斯 他是亲自去的 那时候也是就职 好啦 那这一任结果你没有亲自去的时候 那人家怎么想 就怕再失去邦交国家 立委们期盼外交关系能维持 尤其巴拉圭是台湾在南美洲唯一邦交国 吴钊燮表示会非常注重这次庆贺团规划 至于会不会再借此机会过境美国 吴钊燮说时机未成熟 还不适合对外说明 约时新闻拿斯卡瓦立法院采访报导 是台湾 hours 总统是要证据到 这部门也认为